各位早晨,我今早就看了 《3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很多人都說是全年最好看的電影之一 我也覺得這齣戲是一齣很好的電影 但在我心目中還沒有去到經典的地步 但這齣戲對我來說有幾個位置是蠻驚訝的 因為我看之前是刻意 因為這些劇情片 有時候你去網上看資料或者看電影 會誇張整齣戲 所以我很小心地 我什麼都不知道就進去看 這齣戲我完全觸摸錯了那齣戲的類型 我在看這齣戲之前 我以為他一方面是懸疑追翁探案片 另一方面也是那類追求公義 例如逆權司機、逆權大狀 可能有個媽媽為了追求公義 受到很大的迫害 然後透過人性的光輝 和自己的堅持 殺出一條血路 完全不是那類的電影 原來幻想錯了 首先說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是有個媽媽 女主角Francis McDormand 她的女兒遭受到一些傷害 即是被人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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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覺得當地的警察 就是辦事不力 即是沒有盡心揭力 為她去追查那個真兇 即是有些像香港那些 即是投訴那些醫生 沒有盡力救她的女兒 救她的兒子 然後就投訴那類的故事 她怎樣處理這件事 她覺得不斷逼警察 那些警察從她的角度 沒有真心幫她 所以她覺得要施壓 所以在她的家附近 即是她的社區 有三塊空置了很久的廣告牌 即是在路上很大塊的那些 她買了三塊 然後她上面寫一些字 特別提到當地的警長的名字 她說為何你不幫我盡早捉那個真兇 已經過了很久 過了超過半年了 即是給她一些壓力 其實這齣戲不是一個人做的 其實是有三個主角 有剛才說的那個媽媽的角色 有給她施壓那個警長的角色 那個就是Woody Haraldson 她受到很大的壓力 另外她也有一個熟下 就是跟她很朋友 即是跟那個警長很朋友 但是個人比較衝動 就是Sam Rockwell 那一個角色 主要是說三個人 這齣戲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是追求公義片 亦不是探案追空的電影 她的故事其實是說什麼呢 她是說這幾個角色 她生活在一個沒有 即是不可以說沒有 即是有時候 會公義不得到彰顯的社會 即是現實世界 即是有些情況下 在他們生活中 公義是不會受到彰顯的 即是例如警長 即是就算她想查案 但不是說她想查就查 雖然從那個媽媽的角色 角度她沒有盡心揭力 那些人在一個沒有公平 沒有公義的社會中生存 他們每一個的行動 其實她都可以選擇 即是一方面 她可以用一個以暴易暴 即是不要說太誇張 又或者以bitterness 又或者是用一些 例如對別人比較困難 給予更多壓力 另一方面 你亦可以多些understanding 多些體諒 其實在這部電影中 有很多說話或者action 其實他們是有兩條路可以走 三個角色也是 但這些不是一些樣版的角色 由頭到尾這幾個角色 他們有時會這樣做 例如tough些 甚至在很多情況下 他們會很tough 尤其是媽媽的角色 又或者Sam Rockwell的角色 即是他們可以很tough 但同時有時候 他們亦可以多些understanding 他們無論做什麼 這兩條路 當他們選擇了其中一個決定 每個action 都會有後果 是有consequence 而他們自己是要吃飯的 又或者他們身邊的人吃飯 就算影響到他們身邊的人 最後回頭也是咬他自己 他始終都是要自己受飯 這就是這部電影 就是想說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是在一個現實世界 一個這樣的社會 你可以選擇很tough 又或者你可以多些understanding 多些體諒 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選擇的 就像這部電影裡面的角色 他不說教的 他不說教的 他只是說個故事出來 對吧 這部電影很多方面都非常成功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稱讚 最突出當然是那幾個演員 因為這部電影圍圍繞著這三個角色 所以很重要的是這三個角色 他們全部都不是那些傳統 例如你看 逆拳司機 人性光輝發揮出來 不是的 其實這幾個人 全部都是很多缺點 尤其是戲份比較多的 很多缺點 你甚至可以說是一些不討好的角色 但是如果要觀眾去看得投入 那些角色要成立 在很多缺點之餘 又要令到你同情他才行 很奇特的就是 好在這三個角色都是非常好的演員 交出了很好的演繹 所以這三個演員都是好看 好在 好在 你幻想一下 其實是很容易 這些角色是令人看得煩厭的 但是好在這部電影裡 三個角色都是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有些角色 最初你會覺得很討厭他 但其實是會改觀的 三個演員都是很好看 我是很難分誰最好 我覺得三個都是非常好看 三個都是非常好看 我沒有特別留意頒獎禮的那些 我看見像是Sam Rockwell說 他是競選配角 但我覺得其實他是主角 其實他是主角角色 三個主角這部電影是有的 但我覺得三個角色都很好看 對這部電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的故事我覺得挺引人入勝 因為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這三個角色 他們不是一些樣板 例如這個是好人 那個是黑境 不是這樣 他們在每一段路 其實他們都可以走 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條分岔路 他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令到這部電影是很不預計 我也不知道那角色下一部會怎樣 嘩!他做了一件事出來 這麼離譜也有 這麼離譜也有 但是他 可以改的 他是有權利 在下一件事裡面 其實他可以做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這樣就把整件事扭轉過來 所以這部電影是很不預計 因為他的故事是 character driven 而那些character 他不是一些樣板的character 就令到整件事有趣了很多 我覺得 而且他裡面的訊息 我覺得是 合時 timely 而且是重要的 因為這部電影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多角色他可以有兩條路 有時候你看到他其中有個角色 他做了一件事 是嘗試去understanding 是嘗試對其他角色寬容一些 他一做了那件事 你心裡就會覺得這件事是有一度的曙光 說不定他這樣做就可以把整件事扭轉過來 但是那個角色做了那件好事的同時 另外一些角色又做了一些很堅困的決定 即是他只是從他自己的角度出發 是不體諒其他人 他做了那件事出來 他不一定是壞事 他只是不體諒 他做了那件事出來 其實是完全抹殺了另外那些角色做過那些好事 所以看的過程一方面又很困難 但是你又會覺得 他這樣去說 把那個訊息這樣 這樣帶出來 是很powerful 尤其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在幾個層面上 都是相當成功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些人覺得這齣戲是全年最好的電影之一 雖然我還未覺得他去到經典的地方 我覺得這齣戲是那一類 看一次就足夠 我覺得它是好戲 但我又不會重新看 即是那一類的 我對他的評分有B 在我心目中這齣戲是 差不多是 The Shape of Water 即是那種的層面 其實是相當好的 但還未去到top那一類